好 剛剛講完真度 接著來講漸度 那漸度顧名思義 我們前面在講 定江他們有時候介紹過 他主要是用什麼呢 離子轟擊 離子轟擊 把殘料液把原子給撞出來 原子從表面脫離出來 然後變成小分子 然後就變成正激化 把正激化出來 然後再把它揮發到精準表面 那一般而言呢 建築就需要有漸漸了 那這漸漸主要考的是雅漸漸 因為漸漸是墮性基底 然後原子蓄有比較大 所以它會有比較強的物理負擬的效果 所以呢 把柴這邊加副電位 雅漸漸 正電二 這裡有副電位 就會吸引到撞出來的因子 就攻擊把柴 把把柴裡面的原子撞出來 撞出來之後呢 接著就會落到哪裡了 落到精準表面來 所以空氣把柴 把柴的材料撞出來之後 經過電漿跑到精準表面 變成這樣子 那 因為你把柴撞出來的時候 撞出來的成本會經過電漿落在精準表面 所以如果你可以講電漿裡面呢 在採一些 沖一些氮氣的話 或是氨氣的話 那還會有一個效果 叫做氮化的效果 就是 比如說金屬法是Ti 你撞Ti 或者是純的雅電漿 把Ti撞出來 撞到精準表面就是Ti 可是如果說 你這裡面還有氮氣或是氮氣 它就有氮球群的Rain Core 那你在撞到把柴 把柴撞出來 經過電漿之後 它可能會碰到自由機 碰到氮的自由機 那可能就變成什麼呢 氮化碳 然後再撞到那邊啊 那就變成金屬氮化碳 所以有時候呢 有時候在沉積氮化碳 它用的靶材 可以是氮化碳 也可以是純的碳 靠什麼呢 靠電漿的氮化效果就可以了 那這個氮化碳就變成什麼呢 沉積的材料跟靶材材料有一點感值的效果 感值了 就是你的本質有變化 這個地方是可以操作的 換個角度講 如果這裡的拔材是鈦 但是你通的裡面的氣體 除了氧氣之外 如果你通的不是氮氣 你通的如果是氧氣呢 如果這裡通的是氧氣 會有氧電漿 會有氧的Rain Core 你撞出鈦之後呢 鈦經過電漿 碰到氧的自由機 就會變成氧化碳 再次到本面來會變成二氧化碳 就會變成什麼呢 聚原層 所以呢 斯巴克 劍杜 杜蒜什麼活潑 不只是取決於你的發財 還取決於你通的氣體 如果你的氣體裡面含氧的成分 它就會有氧的自由性 就會氧化 有氮 就會有氮的自由性 就會氧化 有氮 就會有氮的自由性 就會氧化 那這種關係可以拿來瞭解你的薄墨的成分 那斯巴克呢 該可以用氏控式來控制 控制你的離子攻擊 因為 待天一直在以後 你就會收到氏場影響 會收到氏場影響 所以呢 會有氏控的進度系統 就是利用氏場去控制 使得有氏場的地方呢 會局部的怎樣呢 將你的離子集中在這裡 將電漿全部集中在有氏連的地方 或者換個角度下 有氏場的地方呢 這邊的電漿密度會比較高 因為前面講過嗎 氏場可以增強電漿密度 因為它可以讓鏡子螺旋運動 才能更多電漿 所以有氏場的電漿 雖然你的把柴還是在整塊 但是我這裡放磁鐵的話 我這裡就會電漿比較強 那這裡洪氣會比較多 那等到這裡的把柴這轟跡這奧線下去之後呢 我可以再把氏場放到這邊 然後再把裡面打到的地方 也打一打 就等於是 控制你轟跡的地方啊 你轟跡的位置 你可以藉由氏場來改變它 那 純不宜洪氣的把柴 就是純按鈕把柴的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建議這個把柴是一個合金材料 是一個合金材料 那我們要撞出來的時候呢 它原本是什麼合金 有撞出來呢 撞出來 就會為我剛好把這兩個合金 這AV也同時撞開來 否則我撞出來就會是AV 只不過很快 因為它是快撞到撞出來 那這樣的話 度上去的成分 會給你把柴的成分 金屬比呢 基本上會差不多 金屬基本上會差不多 所以 如果你今天想要度一個特殊的把柴 它是合金 你想要讓這個合金化學成分 幾乎一模一樣的成分到表面來 你就是用純阿體的物理空氣 那撞出來的就比較會是你原來的成分在 但是用熱震度就不可以了 轟起配股 比如說AV分子撞出來 直接把AV分子撞出來 然後整理到表面的時候 就重量是AV分子 那這樣的話 你的化學成分就保持住了 可是震度不行 震度是熱融結 熱融結之後 它會揮發上來 不同的元素 它是蒸氣壓木一樣 所謂蒸氣壓木 代表什麼呢 同一個氣壓下 它們的濃度半分是不同的 所以使得你合金可能是1比1 可是蒸氣可能就不是1比1 那最後塗上去的人百分比就不會是1比1了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合金 或是多種元素的化物 你想要沉積上去的化學百分比 或是化學成分比例要不變的話 你就要使用蠻純的建築 你不可以用蒸度 因為蒸度的話會因為蒸氣壓木 不同元素增強的 即使是合金 但是它的濃度滿會有一個不一樣 化學機械會不會不同 這個地方可以跟各位 大家提醒一下 未來各位很有機會使用這些氣壓 那這只是一個機台的實機圖 你們看到 一個機台這麼大 要驚喜的時候人才要怕 他要爬外爬回去 很麻煩 很危險耶 手放進來突然之間掉下來 手會痛痛 最近行為你把手夾到 然後 然後 小心 手會夾到 對啊 感覺什麼 這是什麼K3 我很怕 不然是這個 好 好 那再來就是什麼呢 整個SPA 裡面呢 還會有所謂儲氣裝置 所謂儲氣裝置 就是這樣的 加熱啦 讓晶圓表面在室溫下 無塵室 無塵室 只是無塵 不代表無濕啊 裡面還是有濕度的 只是濕度有噴濕而已 那加熱是到什麼 表面的一些殘存的氣體 或濕氣呢 把它蒸發掉 蒸發掉 所以呢 所以 又來了 所以晶圓表面呢 不要乾淨 所以任何水氣呢 先晶圓先加熱 所以有些SPA的 它放晶圓的地方 是可以加熱的 它得是讓表面有任何的水氣 或者是任何的雜質氣體 全部都先裡面會發 那再來呢 金屬沉積前 要想 金屬的把彩放在晶圓裡面 放久了 放久了裡面 它表面有沒有講話 有時候我要錄太 可是太很久沒錄了 金屬太放在裡面 它又不是 它又不是一直保持正風狀態下的話 那金屬表面也可能會氧化掉 所以變成怎樣呢 把材料打之前呢 都會有所謂的浴度 什麼叫浴度呢 把表面的原生 氧化成 給衝擊掉 露出你真正要求的材料 比如說這樣子 金屬把材放久了 或者是任何材料放久了 表面都會氧化 表面氧化之後呢 這個氧化不是你要的 那怎麼辦呢 我先用電量氧化 把表面這層材料給氧化掉 那剩下新的材料呢 我才把原件放進來 或者是原件放進來 我先用一個遮擺 跟它熱震度一樣的機制 我有個機械擋板放在這邊 然後我氧化的時候 烘出這些原生氧化成 烘出來之後呢 它震度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機械擋板 等我氧化一段時間 表面這些東西已經氧化掉之後呢 後面確定烘出來了 是不想要錄的金屬 那我再把這個擋板呢 離開 那麼後面金屬錄出來 就會增進到機緣表面去 給你看 講完PVD之後呢 第一個講的PVD就是Ti Ti就是用來降低接觸電阻 而且呢 PVD的話它的組織會 我們需要降低 因為它要來當作附著力 但是如果是傳統的PVD的話呢 它的填充能力不好 如果是要使用PVD來做 PVD來做這種孔洞 就是那個PLAG 壁耳 那個聲框體大的時候 它的側臂要用泰化 就要特別的設計 後面會講到 什麼特別的設計呢 就希望用這種準直系系統 可以讓金屬原子分子 要垂直方向移動 才能夠填充到深 那種斬小的接觸窗 但是因為你要做側臂的接觸 就是你的成績速度很快 那這個系統長怎麼樣呢 長這樣子 基本上SPA的電漿把材打之後呢 這個打上去這種把材的碎片 或是說打 打材的打出來的那個 什麼呢 小分子 小分子撞出來之後呢 基本上小分子撞出來 是randon的胖 是randon的胖 撞出來就直直的 randon的胖 可是呢我想要填充這個 我想要填這個吐氣 我想要吐氣的底部跟側臂 都要有的話 我必須要讓它直直的跑 它踩充氣會填充下來 不過它這樣亂跑亂跑亂跑 很容易接近覆蓋跑 馬上就把這個洞給封起來 所以是要透過什麼呢 準直器 準直器就是有可能 很多的地圖 很多的 這叫什麼呢 一排一排的系統 一排一排的金屬板板 使得氣體打撞出來的小分子呢 它以為應該是亂跑 可是呢 受到這個準直器的效果呢 它最後只有這個方向 直直方向的粒子 可以很順利的跑出來 這樣 而亂跑呢 就會直接沉積在這上面 沉積在這上面 沉積在這上面 因為一旦它跑上去 就沉積上去 然後就沉積上去了 那不會達到這個隔板 就代表它的角度是比較直的 那比較直的才有機會怎樣呢 填到這個洞裡面 跟填到這個洞的側平 可是這樣的話又會怎樣呢 勢必會浪費很多的放彩 因為你把它撞出來 是不是覺得發到不好 但是你一直接受 垂直方向的會過來 非垂直方向的全部都會這樣 沉積在這個準直器上面 所以它的尺碧數據當然就慢 大跑處是什麼呢 只有這個方向可以碰到 所以只要這個開頭是90度 它只要A一點點角度 T有一點點角度 也都可以沉積的到 那側平也都可以沉積的到 但是很好 這一次很好 這一次就會很棒 所以先邊講的 如果只是拿來當附著成的話 TI也會這樣做 TI附著完之後呢 TI呢 因為它要不加碰 它就要比較多 那TI就會使用CPTN TI會用PVD 成績完 它只要很好 因為它只是拿來當附著成而已 那TI的主擋成呢 那TI的主擋成呢 就可以使用 什麼呢 心理理理理 當然你還是可以用這種方式的PVD 度TI也是可以 但是缺點就是先邊講的 買 買 而且呢 很浪費材料 如果你有時間有錢 你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半道理智能都是怎樣呢 在可接受的條件下 用最審潔最快的方法做出來 而不見得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最好的方法 可能CP值不高 好 不要忘了 商業就是要賺錢 不會賺錢的製程 公司不會推的 就算 這要PostPine 一下 他要賺錢 如果是那些呢 應該要賺錢 不會賺錢 吧 但是如果他賺錢 他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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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氮氧氮呢跟剛剛也是一樣的 氮氧氮的做法跟剛剛一樣不同的是什麼呢 它所謂的反應式建築製程 什麼叫反應式建築製程呢 就是剛剛講的你的氧氣裡面還通一點氮的自由情 還通間氮氣或是氮氣進去 產生自由情之後呢 建築出來的氮氮就會跟氮產生反應性的DI 然後再沉浸到前面 所以這種只要通用氮氣或氧氣 使得你撞出來的材料呢 會經過化學自由基的反應 那這種SPART就稱作為反應式建築 reactive SPART 因為你有讓它產生這個反應 代表說你要成這些材料 已經是原材料自己本身了 還包含了電降的自由基 跟它產生化學反應 要不就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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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外乎這幾種 所以氮的自由基 在通的時候 氮 太能靶財呢 也會 產生反應變成激態的突破 所以SPART的煙打 不只是撞出來 反應 連靶財放在那邊 只要氮的自由基 跑出來它也會亂跑啊 因為氮的自由基 是不在電荷的嘛 它會到處擴散 所以連靶財表面也沒來的話 所以變成 剛剛講過 這裡的電降面只要有氮 氮的自由基 會到處跑 所以不只撞出來的 氮氮化財 通過氮的自由基 變成氮化碳 這個氮也會破到 霸材表面 讓霸材表面也會形成 變成氮化碳 所以氮氮化碳 自由基 會到處破產 因為自由基 代理嘛 所以氮化碳表面呢 也會形成氮化碳 所以氮的自由基 也會用氮化碳表面反應 讓表面變成氮化碳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算把氮氮關掉了 短時間內撞出來的 還是氮化碳 必須把氮化碳都撞完了 就會露出乾淨的氮化碳 這時候在氮化碳上 渡了才會是氮化碳 所以呢 這時候你直接使用一個SPART 它是氮化碳 可是你直接打氮就氮 氮出來會是氮化碳 不見得喔 如果前一個人 度的是有氮氮氣的話 你一開始度出來 就是氮化碳 所以這時候又是前面講的 你要自己度一陣時間 就是給它氮氣的時間 把表面的東西都烘完之後 露出純粹金屬表面 你要的金屬表面 才是你要度的東西 所以 PVE裡面我們剛剛講的氮化碳 講的氮化碳 還講的最前面的震度的用銅 用銅 那現在來講這個鋁銅的PVE 鋁銅的PVE 基本上呢 只要是收真空 希望真空度越低越好 高真空度低氣壓越好 因為越純 代表雜質越少 雜質越少 雜質越少 那鋁前有講過 鋁可以用熱震度的 那也可以用震度的 但是如果是用震度的 你沒有辦法探控 你很難探控 那PVE的話 用震度的話 就有機會了 看進去 標準的鋁製程 你要擺護膝 是需要比較高的 這些功能 大家知道 一般啊 鋁早期都是用震度 震度是震度 震度是震度出來的 但是鋁用震度的話 有點殺心又沒有辦法 所以必須是銅鋁的話 把財就是適合 因為前面講的銅鋁合金 用震度很難 因為鋁跟銅他們的 那個融電不同 融電差很多 所以沒有辦法一起融化 不會一起融化 好 那如果是18格的話 你會看到 看一下這裡的話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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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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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跟銅 融融在一起 然後變成鋁銅合金 然後呢 鋁銅是一定要用震度的 因為前面講過 鋁跟銅的融電不同 如果你要熱震度的方法的話 銅的成分會陷入鐵道 沒有 鋁的成分會陷入鐵道 銅可能還不會 所以一開始拿出來的震氣可能是 鋁的震氣 不是鋁銅真氣 所以呢 絕對不會用震度 他會用震度 因為震度才可以把鋁銅的合金 小分子撞出來 所以鋁銅合金一定要用震度 不會用震度 再來 震度除了 龍臉不同 它有一個很大的融化 蒸氣壓力 所以百分比 你合金的百分比 一旦變成真金之後 你的百分比就會乾淨掉 不會乾淨掉 所以熱震度有很多的缺點 熱震度有很多缺點 除非是大單一成分的東西 否則只要是混合物 基本上化學百分比會乾淨 甚至連熔煉都不一樣 可能確保他一開始融化的時候 會有很多溫度 好 那接著我們來介紹 銅的製成化 前面的畫用的是什麼呢 鐵 彈彈彈彈彈彈 附著成 組長成 然後這個成績烏 烏成績完之後呢 再用太多大塊 還封住千里 之後後面開始就是土格世界 好 因為 只有接觸瘡 他要填很深的洞 要用刀 可是後續的洞都很大 那就需要取決於什麼呢 我電腦要越效越好 所以這時候銅就勝出了 銅就勝出了 但是因為銅本身很會獲散 它會溶解到全程跟半導體裡面 所以為了避免銅亂跑 要開始要成績之前呢 就要先把 卷整 封好 如果是我們用TA TA這個金屬呢 可以阻止銅的過散 所以呢 TA金屬先成績 成績完之後呢 再度銅 保護銅的縱矢層 最後再去電鍍銅 再用吸密電鍍銅 把銅整個電鍍上去成績滿 或者時間使用吸密電鍍也可以 所以 需要先有TA 鋼主導層 然後再度 紅的重子層 然後再度紅的厚的層 厚的層 厚的層可以用CVD 也可以用電鍍ECD 電鍍的方法 那 成績完後後的動作呢 再使用化學機械燕火CMP 把模型 然後再用個SIM Nitro 把它封住 鋼水器 Nitro是機械硬泥 可以防水器的材料 那FSG呢 是韓國的信玻璃 K字比較厲害 Low K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Low K 在CVD上 也進化過Low K 好 那銅製成也一樣要很清晰 是什麼呢 因為銅也會氧化 銅也很容易氧化成氧化銅 所以要顧銅之前呢 要需要阿南建築 把銅表面的原生氧化成 跟其他的產物 空氣掉 空氣掉 空氣掉之後 露出唇的孔之後呢 再使用什麼呢 再使 這邊是怎樣 反應式浴氫型 它在浴氫型表面 所以一開始用氧 用氧直接把什麼呢 直接把銅表面的原生氧化成 跟其他金屬雜質可以空氣掉 也可以用什麼呢 反應式的浴氫型 就是通過氫跟鈦的變氧 產生氫的自由心 氫的自由心呢 可以去跟氧化中反應 還原 還原 是怎樣呢 把氧化體裡面的氧跟氫反應 吸出 然後還原頭 這種說法不要麻煩 你還要還原 還要還原什麼 變得吸流 反應反應就直接沒有辦法剝掉 把石刻掉是最乾淨的做法 還要還原 那還原不完就怎麼辦 你可以 他如果有一些還原不完的 那就會被罵 你剝出來的組織比較厚 然後你做出來的景片就比較慢了 誰敢帶來 所以基本上不太會是喜歡還原 一揚化就是無料的 反應是有黃黃那一層 起個耐很厚多而已 厚開就沒了 所以基本上都會使用這種 壓 壓間度直接放肯面的原生物 而不是把它還原 因為還原真的會還原乾淨啊 懷孕不乾淨 學校很癢 比較窮一點 想不想要浪費材料 業界就是 你至少要能夠沒問題的 一旦向你出示 你是配不了的 所以如果有人懷孕的話 通清器打電加 清的威力會跟氧化 反應變成同加一多 然後再加熱會發掉 變這樣子 但是白衣是清洗 雖然具有什麼優點 我沒有看到它的優點 我沒有看到它的優點 那缺點是什麼呢 因為硬有風清 清要小心 清會容易爆 清會什麼的清爆 我們把它清是一種明顯的爆炸性 好 請問講過 要使用銅 就要有阻擋層 那阻擋層的要求就是 第一要能夠好的阻擋銅的擴散 第二要很好的附著力 那什麼東西可以來當 銅的阻擋層呢 碳 大發瘡 大發瘡 也可以 但是瘡自己本身附著力又不好 也有氮化物 但是可以用氮化物來用 所以呢 坦的阻擋層 為什麼最後這些阻擋層裡面 坦會勝出 坦勝出是因為坦的接觸面子比較低 有好的底層跟側隙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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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隙 然後具有高頂質的溝槽跟金屬間的接觸創造型 色域模模 碳 優秀 碳比碳還要來的優秀 碳比碳還要來的優秀 但是對於屋的 屋的大概說 成績屋的時候會有佛化物 佛化物好的阻擋者還是偷碳 所以成績屋的時候用的是碳 成績銅的時候就會用碳 因為碳更好 因為這時候 用碳是為了要擋誰 不是為了要擋我 用碳是為了擋 WF65的佛化物 那用碳只是為了尊重擋擋琴 擋瓶而已 只是要擋瓶而已 他不需要見對到佛的情 所以這時候今天就給他算用 那從在吐的時候呢 剛剛講的TI DI 那銅的礦人基本上會用化學電路棒 或者是化學其他成績也可以 但是目前業界主要五片都使用電路 因為電路可以在比較低的溫度 拿成績比較厚的摩擦 而且品質又不錯 電路的均勻度很好 就像什麼 車子嘛 車子的外面的烤漆都是用電路上去的 很多用電路上去的 餅噴漆來的很漂亮 好 那 所以 銅呢 主要是靠電路 沉積上去 可是在沉積之前呢 電路要通靈上去之前 表面需要一個品質很高的什麼呢 沉合點 會有一個很好的中子層 叫做銅的金種層 這層金種層的目的就是為了後續的電路呢 要給他提供一個漂亮的沉合點 來讓後續大量的銅 產生結晶 然後變成連續獨木 就需要一個銅的種子層 那銅的種子層呢 基本上呢 靠的也是什麼呢 靠的也是名字化的金層變樣系統 好 這邊沒有特別找到種子層 種子層的層漆它沒有特別 直接入口 基本上你自用是8多 Copers the layer in the container Virtual pas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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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